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眸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詩 你好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眸向正向 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亦都希望你留下善意的留言 荷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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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是那些 荷蘭膠嗎 都差不多 荷蘭 又是敢為天下 居然 成為全球首個國家 是什麼呢 首個國家 未來 是為了這個 減碳 而向一個行業 動手 是什麼行業呢 是航空業 但是 你一聽到是不是很膠呢 你說得對 全世界一看到疫後 個個都爭著 希望航空業復甦 希望多些班次 他狼胎 你知不知道他一年要減 四萬個班次 但是這麼說 他好死不死就得罪美國了 因為這個美國的乘美航空 他就說荷蘭政府如果一意孤行的話 OK 法庭見 還有 最糟糕的不是只有美國乘美航空 是大把的跨國航空公司 一定去銷你 一定告你 希望他告得成 因為真的很按摩 我們有貓友在阿姆斯特丹 他就說 有沒有搞錯 大家 全球 他看得很短 他就覺得碳零排放 實際上 航班少了是不是 碳排放量少了 但是你還有其他方法 還有你航班是一個連以效應 你不只是飛機行業 你還有旅遊業 當地的第三產業 還有很多商務來往 你少了 想不到其他人要找不到吃 沒理由不知道 他就是不理 你這樣搞的話 我覺得不單止這個 美國都搞你 他們說現在 全部人聯合一起 去告荷蘭政府 那你怎麼搞 你怎麼搞 下半試 又是贊滿 現在 全球國際旅遊業 都努力地想著從大流行當中復原 起碼恢復 這個是正常 這個荷蘭的 國際機場 其實這個阿姆斯特丹的 史基普機場 也是全球一個最繁忙機場之一 但是在全球都拼 這個復航之制 荷蘭政府 就是推出了一個 在全世界都幾乎是反對的 限 減排放目標 將會縮減 將會縮減國際航班 你縮減國內行不行 因為荷蘭國土很小 他可能 用其他交通工具代替 你國際航班 但是荷蘭都是很依賴 外資 亦都很依賴 出口 為什麼會這樣呢 為什麼會這樣想到 用這個方法呢 很極端 真的不明白 其實他的方法不是等於 之前辛偉誠說 他減不了 非法越境人士 他就減了學生 神經病 關什麼事 兩件事 雖然大數是減了 但是哪些 更加有經濟價值 不是不知道 你可以用其他能源的飛機 挪威就是這樣 你不是研究其他 你這樣一搞的話 現在 全世界都反彈 不知道能不能走 荷蘭政府就宣佈 為了 減低碳排放 所以將國際航班的起降數量 大大減 亦都成為了全球第一個針對國際旅客 而 記住他們的媒體者針對國際旅客 而是 出台的 碳碳製措施的國家 一般來說 這些敢為天下先都沒有什麼好後果 哈哈 不過 這個舉動是令到 航空業者 還有國內的旅遊業者 還有 第三產業服務者 還有 商界 基本上最有實力的那些 全部出來反你 當然啦 你和這個世界是 逆潮流而上的 老闆 已經 聯手向政府提出這個起訴 荷蘭政府就宣佈 將針對國內所有機場 制定碳排放量 的總量上限 好像 以最繁忙的阿姆斯特丹 史基普機場為例 必須 想辦法 你記住他還很快 在今年11月份之前 你也很久 你說能不能做到 但你硬來的話 很大反彈 這是第一 很大的損失 為了不要這個損失 所以很大的反彈 是的 你是不是經歷得起這個損失 荷蘭 尤其是阿姆斯特丹 都是一個國際城市 你減 國際航班 原來就減4萬 就想著 今年 記住 今年11月份之前 將 一年的起降數 從50萬班次 調到46萬班次 即是減4萬 這樣 說一下說一下 不就是大鎖荷蘭 是的 大鎖港 空港 真是 現在沒有疫情 搞什麼 最糟糕的是 沒有人贊成 荷蘭政府就說 限制航班是為了達到2030年前 減少國內49%的溫室氣體排放 你不如用其他方法吧 很多人反對 這個太極端 但其他方法也不行 我們之前有節目說過 就是這個荷蘭的農民黨 是起義 他贏了很多議席 他就對付不了那些農民 這個叫做碳排放 的一個反抗 所以現在 他就向一些容易的 阮氏子 我們 容易嗎 不容易 我認為 都不容易 因為國內的農民 荷蘭始終人口小 你 不容易 因為你和美國 乘美航空和整個聯盟一起告你 你有時間搞 是的 其實 過去 亦有其他歐盟國家為了減碳 針對短程的航班制出管制 人家是短程 國內航班的 沒有一個國家夠膽 跨國航班動手 是國際業者 你記住 你對付自己國內的可能容易 因為你始終是政府 但是你不要忘記他也可以投給你下來 所以 荷蘭最大的航空公司 荷蘭皇家航空 已經說 航空業服務的範圍 是遍及全球的 我們荷蘭是一個 嚴重依賴 外來資金 以及 投資的人 的國家 所以 相關的永續政策 應該盡可能配合國際措施 你這樣政府來做 根本是沒有辦法令人理解的 你有問過其他國家 沒有 是沒有 那麼 這個達美航空更加說 你一意孤行 如果你不考慮其他方法解決 一意孤行的話 那麼 很多航空公司 一間航空公司在荷蘭都扔了幾十億歐羅 你說他會放過你 那麼 當然他就說很多航空公司都已經投入了幾十億歐元 就為了 是致力於航空業和政府提出的碳台放的標準 我們已經在努力 他想快 想一下今年十一月 你也很厲害 那麼快 一般來說 這些那麼快的 大賭闊貨 都沒有什麼好後果 另外 國際 航空運輸協會 IATA 已經說荷蘭政府做法 一定會嚴重地損害荷蘭本國的經濟發展 根本和全球逆後恢復經濟的措施 是背道而馳的 沒錯 那麼現在 起碼有 三大 集團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IATA和荷蘭 皇家航空還有達美航空等等的業者 已經 分別 他輪流上 他也很棒 分別向荷蘭政府提出這個起訴 所以你又有段時間面臨這個司法的 叫做 過程 那你就自己搞 是不是 其實還有很多方法的 還有你這麼急 11月 你氣候變化 我當你做到了 你到時 可能變成第二個法國 因為那些旅遊業者 那些第三產業者 你有沒有想過那些人 好像真的沒有 那麼之前 這個航空業就質疑 飛機雲會導致全球暖化 那麼這個飛機雲是什麼呢 其實呢 亦都 被稱為 營結美跡 即是飛機飛行期間 引其 排放 會引致這個飛機雲 營結美跡 其實這些 一個白色的 一條 痕跡在天空上 那麼這些人造的雲會加劇氣溫的效應 所以科學家 已經是 對這個事情有20年的認知 那麼英國運輸部 就考慮 在2021年 就是 監管 你看英國怎麼做了 監管包括飛機雲在內的航空業界 非二氧化碳的排放 但是 英國政府 就是 就說 原來是反對 因為 航空 和飛機公司 反對 以及 阻止相關 這個規 管的措施 認為相關的科學根據 是未夠見實的 你想想 他只是搞飛機雲 都搞不了 何況你這麼嚴重 一年禁四萬個國際航班 而且荷蘭 阿姆斯特丹那些地方是一個很重要的 空港 如果減少一點 可否有機會過呢 我覺得也不行 因為他本來已經是少了 比起疫情 人家個個都聘經濟 當然你可以說 我不要 你說不要 怎樣不要 神經病 你說不要 剛才我們說的飛機雲 其實有 學者好像來自麻省理工學院 氣候物理學家 就叫Clover 他就說 航空公司採取 典型的 氣候否認主義政策 跨大非二氧化碳影響的不確定性水平 呼籲航空公司 加大 對替代燃料 這樣就可能 替代燃料你找其他就可能 你減航班 絕對過不了 如果你過得到 可能就變成另一個發覺 因為 你就知道 達美航空那些很有實力 而且你和全部的國際大機構 對著幹 老闆 最搞笑就是 荷蘭就要減這麼多的 國際航空班次 這邊箱你就說要減班次 但是 那邊箱 你知道 原來 人家 曼谷 航空就正了 剛剛宣佈 蘇梅島直飛香港 今年就會 開航 你看人家 當然你說 泰國比荷蘭窮很多 但是我當你不是旅遊業 其他商務你都要吧 是不是個個都要從歐洲其他地方 搭火車過來荷蘭 去比利時 有飛機 也是一個選擇 泰國 那當然用盡力把觀光業去復蘇 所以 曼谷航空公司 就計劃推出 往返蘇梅和香港之間的直航新航線 你是減航 別人就增加新航線 曼谷航空的 CEO 普提鵬呢 他就說 現在我們在籌劃 預計今年就成事 要吸引更加多的外來客人 恢復當地經濟 這些就是正常人 真的想不到 呂特先生那麼鬼交 當然 宋梅島 也是港人喜歡去的地方 不單止港人 很多 非泰國人 甚至泰國人也很喜歡去 俄羅斯也喜歡 俄羅斯、烏克蘭也是 他們說 我戰爭大家 好像很僵持 但去到泰國 大家都很友善 可能亡卻了 隨著這個泰國的觀光業 泰國好像五月份大帥 沒有記載嗎 是嗎? 五月份 這個觀光業 未來還有一個大節 就是潑水節 潑水節就是他們的新年 這個泰國觀光業 當然希望積極增加客流量 雖然積極這樣復出 但是 其實跟2021年相比 去年曼谷航空公司的旅客 真是可怕 增加了244% 但是他之前很霉 你知道嗎 全世界都很霉 全世界都是重創的 荷蘭也很厲害 還有你知道 你的晶片 因為這個美國人逼迫你 賣少一些 江客機那些相關設備去中國 其實已經是虧了舊水 你現在 連這個旅遊業 和其他的相關產業 你都是 甘願受這個風險 到時候 雷特先生 不過我相信 他這麼多法律訴訟 他最後搞不定 我跟你說肯定搞不定 因為你太多 他輪流去燒你 他們 就輪流一間一間 去搞這個 搞這個措施 你看回其實 之前都挺慘的 這個曼谷航空公司 都 去年總收入 是 127億 泰匹或者泰铢 但是 依然是薄成9億泰铢 為什麼呢 因為始終 你的人還沒回齊 但是你不投入又不行 所以公司未來的方向 就是專門吸引 愛國遊客 增加收入 估計今年 愛國旅客 將會佔曼谷航空公司的六成 這樣就正常 另外泰國航空業另外 一個挑戰是什麼呢 就是各大航空公司都努力地復飛 對呀 競爭很大呀 現在 搶什麼?搶人 搶人 搶客 沒錯 搶客搶人 很明顯荷蘭就想著不是 還有 連台灣地區 都是兩岸直航空公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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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公司就希望 他們說快點多點陸客 餓了很久了 這個是很正常 連台灣地區 台灣地區 這麼 對岸的 一跌 我說是領導層 台灣地區領導層 這麼仇視對岸的領導層 都是 都是要復飛 因為你頂不住壓力 兩岸 原來復飛 10個新 舊的復飛10個直航點 26號起 就由大城市先 深圳、廣州和杭州 因為杭州很多台商 就打頭陣 依據不同的航點規劃 每個星期 將會有10到20多班的航班增加 航空業者就說樂觀其成 你看荷蘭 不願見其成 即是不願見的措施 亦都希望 下一步是甚麼 就是開放陸客庫台旅遊 正常啊 這些就是正常 他頂不住的 航空公司 不要跟我說 你在 Domestic那些 可以賺很多錢 有不可能啊 當然是外國旅客啦 這個大家都知道 因為 正常人都知道 你去一個比較遠的地方 你的荷包是否鬆一點 捨得打開荷包洗錢 一般來說 正常人 是嗎 其實 陸委會日前亦都宣佈 之後呢 除了在深圳 廣州 還有呢 南京 重慶 杭州 福州 青島 武漢 寧波 鄭州 等等 10個定期航班的航點 會 隨即 是 着手服航的 當然剛才我們說 現在 祥榮 和 華航 已經是磨拳策掌 他們也有微信公眾號 這是正常的 這是正常的 有什麼問題啊 有沒有 有人說華航投工用微信 我都被親戚說我投工 因為我用微信 哈哈哈哈 從26日起 就復飛台灣地區 到 有桃園 高雄 就和中國大陸的 深圳 還有廣州 還有杭州等等三地的航班 這個是 叫做 頭震 之後呢 26日之後 每個星期 就有五班的增加 那麼 連這個 高雄和深圳 亦都是從4月20號起 是復航了 目前就每個星期兩班 祥榮亦都是規劃好分階段復航 首先是3月20號起 恢復深圳到桃園的航線 每個星期三班 接著 4月14號恢復廣州到桃園的航線 每個星期三班 之後4月28號恢復 杭州到桃園的航線 每個星期三班 當然 除了華航長榮之外 深圳航空南方航空等等兩間 這個是 大陸航空業的巨企 亦將會負責深圳保安國際機場 和桃園機場之間的 對飛航班 四間航空公司 聽著 會 將自己 Turbo開盡 運載能力 全數到位 預計 之後每個星期 正常之下 就是有21個航班 都很厲害 21個航班 只是深圳和桃園之間 當然 航班這個 航點 不單只是業界的期望 亦都是兩岸民眾的深星 這是真的 特別 在大陸南方城市工作的台商 之前是小三通你要通過 金門之後再回去 麻煩一點 現在有直航當然選直航 沒錯 所以過去一段很長時間 就搞到交通不變 現在就終於恢復了 別人恢復了 荷蘭就是 其實這就等於變相 做第二個十九出來 因為十九時候 就少了 現在沒有什麼人再提 十九 真的 當是已經受控了 不可以說已經消失了 亦都正如之前 那些西媒說 有些新變 有什麼呀 你們不是靜靜雞全部是灰火 頂你 說說都那麼L大 是嗎 是呀 這個浪費 好 今節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網友 下節再為大家分析其他議題 下節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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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